三四十岁的淑女到底有多好色 超乎所有男人的想象 第一个 我们从年龄的角度来聊一聊二十几岁的时候 女人对于性的体验是非常少的 也是缺少经验的 那么这个阶段主要是男人的引导 跟对方发生关系 也主要是为了取悦对方 到了三四十岁 那么完全就不一样了 女人性的体验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多彩 那么这个时候 她往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的身体已经被开发了 所以她需要的那种感觉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的表姐 我表姐她是一个身材很好的女人 在她三十五岁的时候 她离开了她的丈夫 也就是我的前姐夫 主要是因为她们之间缺乏性爱的火花 同时她们两个也没有孩子离婚后 表姐就开始寻找新的性伴侣 她发现了自己对性的强烈需求 她开始在线约会 那时候非常流行微信附近的人 那时她与许多男人见面 她发现自己喜欢年轻的男人 因为他们有更好的体力和更强的性欲 她喜欢冒险和新鲜感 所以她经常更换男版表姐的朋友们 觉得她的行为很不正常 但是她当时并不在乎 她觉得自己年轻健康 有权利享受性生活 她坚信自己做得对 并且并不后悔 随着时间的流逝 表姐变得越来越独立 她不再依赖男人来满足她的性欲 她突然开始学习性教育 并研究不同的性技巧来满足自己 她发现性并不仅仅是与男人发生关系 而是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享受 表姐现在是一个自信的女人 她知道自己的需求了 虽然家里人经常催促她在婚 但她已经不再担心别人的看法了 因为她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 她开始写小说分享自己的性爱之旅 帮助其他女性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性欲 她的小说很受欢迎很多女性私信 她寻求建议表姐很高兴能够帮助其他女性 她认为性并不是秘密或丢人的事 而是人类的本能 现在表姐仍在寻找新的性伴侣 但她不再为此而感到羞耻 她知道自己的需求 并且勇敢地去寻求满足她们 她是一个自由的女人 她活得精彩而充实 哪怕2022年经济很不好 她仍然赚了不少钱 那第二个三四十岁的淑女聚会啊 她们聊天的话题往往就是有关于男人的 比如说呀 一周两个人在一起多少次 那个男人带给我的感觉如何 这些开放性的话题她们都会聊 而且呢 每个人都是越聊越兴奋而聊到聚会 我就想起了另一个朋友 她叫做红姐 今年37岁了 赤金未婚是我们当地高中的一位化学老师 她经常参加她的同事的聚会在那里 她会和其他女老师们聊天喝酒 享受休息时间在某一次聚会上 红姐和几个女性同事谈论她的前男友的性能力 她说她是她遇到过最好的男人之一 并且经常让她高潮 当时她们都很小声 并且认为没有人能听到她们的谈话 然而 她们没有意识到 聚会上学校的教务主任在旁边偷听了她们的谈话 她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其他人 很快整个学校都知道了红姐的性欲很强的事情 红姐意识到她的错误 她知道她的言论会影响到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育 她向同事们道歉 并承诺以后不会再这样做 后时红姐意识到 她需要做出改变 她开始保持沉默 不再在公共场合谈论她的性生活 后来 红姐结婚了 同时她还努力改善自己的专业能力 并且专注于教学工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 红姐的生育逐渐恢复 她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肯定 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且学会了如何在职场上保持职业操守 但是她学会了一个重要的教训 与人聊性能力 话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别人听到 尤其作为老师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第三个三四十岁的淑女 她往往懂得主动去争取自己的幸福 不像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么扭扭捏捏 如果她喜欢一个男人 会主动跟对方发信息 主动约她出来 甚至会提出一些要求 比如说两人看完电影 她会邀请你 要不要到我家去喝一杯 这些主动的信号 就说明这个女人相对来说 比较开放 并且呢 对男人非常的有感觉 例如我的闺蜜阿雅 妥妥的大龄圣女一个 她当时已经33岁了 她经历过许多恋爱关系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追她的男人越来越少 她感到非常孤独和失落 而且她觉得自己已经过了最佳恋爱年龄 阿雅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 她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男人来追求她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她决定改变自己的态度 开始主动去追求男人 她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并且加入了一个交友联谊会 她发现自己有很多兴趣爱好 并且在交友联谊会里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在一次聚会上阿雅遇到一位男子 她叫做张先生 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并且开始约会 阿雅发现自己对张先生产生了爱的感觉 她决定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那时张先生也对阿雅也有感觉 他们开始了一段美好的恋爱关系 他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并且在一起度过了很多幸福的日子 他们一起去旅游 一起做饭 一起看电影 他们互相理解和支持 对方彼此间有了很深的感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阿雅和张先生的关系越来越稳定 他们决定结婚 并且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阿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她感到非常满足 作为闺蜜 我也替她感到特别开心 所以姐妹们年龄不是恋爱的阻碍 只要我们积极主动去寻找爱情 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闺蜜的故事也告诫了我 我们应该勇敢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不要害怕年龄的限制 此外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去认识新的朋友 扩大自己的圈子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遇到那个特别的人 第4点三四十岁的淑女 你知道她手机里或者电脑上藏着的是什么 难道都是爱情片吗 我觉得不怎么可能啊 基本上都是她喜欢的男女之间的这种片子 男人跟女人一样都有寂寞忽渡的时候 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啊 都有需要自我释放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看看片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种放松方式啊 所以现在你了解三四十岁女人的心态和需求了吗